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要财财》的直播环节 危到五间总结的时间 我是郑美琦 跟大家先跟进A股的目击来说中午的收市表现 三大指数都是向好的 上证指数升了超过1% 升40点 收报是3489点 深圳城市同样向好 升幅1% 升124点 收报是12142点 互深300指数 3745点 升39点 计波幅计都升超过1% 三大指数都是向好 利好政策方面都推用到 不同的资金都加速流入在股市当中 看到互指有大升的情况 互指创了五年来说的新高 直指会不会再上一层楼呢 未来会不会再往3500再上呢 也要问市务总监郭sir 和我们分析下A股方面的去向 郭sir你好 你好 两会之后A股似乎越走越强 能不能够再向上呢 牛市是否又再快快来呢 一早已经是牛市了 其实来说上证指数 近期来说 在两会的后期 已经是开始是步步向上趋盛了 这个星期的升势更加明显 现在这分钟上证指数最高是3489点 换句话来说 已经是成功升破了2009年8月4日的高位 3478点了 况且最近来说有不少IPO 例如这样好像有20多个IPO上市 也凍结了资金3万亿 所以资金开始慢慢慢慢翻出来 在这个市况 已经出现一个技术上突破的情况下 我相信投资者入市的心态 是会比较着弱的 实际上看图现在的分钟 是昨天的售市 但以现在这一刻 已经来到这里 即是已经成功突破了 过去这几年的高位 如果说回整个技术上的表现来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因为A股一直以来 都受制在3478点 能够在这个升浪突破了 即是意味着 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升浪 而且是一个终极的升浪 至于技术上的走势 可能会进一步向上走 到底是3500、3550还是3600 才有整固就要看了 这阵的升势是由3049点开始 是2月9日 2月9日是3049 到现在3月中已经去到3489点 换句话来说 在三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 应该是四个星期 接近五个星期 已经升了差不多四百多点 都不知道 你再向上走 比如3500、3550或者3600 一定有些消化 在那个时候的技术上 有消化出来的话 回头 初步的防守性据点 就反过来 就是3478点附近 现在这一刻来说 整个势头 既然是处于一个续沉顶的形态 首先来说 第一 它一定会逐步向上找高位 直至升势开始放慢 然后才会有个所谓技术上的调整 一般来说 我觉得3550、3600 至3650 其实都不是太高 因为由3049点走上来 我当你升15%来说 已经可以去到大约3600 左右 甚至更加高 如果你说升到18-20% 其实来说 高一点 都是绝对不出奇的 最重要是政策 我始终认为 要维持7%的经济增长 其实来说 大家都明白了 出口对经济的贡献 已经大不如前 哪有廉价土地、廉价劳工 放置人民币汇率 始终相对比较高 你只看欧元 对美元跌到105、106 亿美元跌到121流上 已经知道海外的一些买家 相对来说 他们的购买力是弱了 如果你说人民币汇率 始终有高企 加上自己的劳动成本 亦相对比较贵 货品出口根本上 没有一个竞争优势 既然出口不能拉动经济 只剩下来 当然要靠内需和固定投资 其实方向都行对 因为内地的13亿人口 需求是很大的 况且民间财富 根本上是天文数字 如果好好利用 只是这方面 已经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 经济增长 可能未来的政策 都会着重在这两个板块里面 就是因为经济下行的势头比较明显 所以中央政府今年以来第二次减息 而且亦下调了银行准备金 很可能不会太久了 亦都会进一步下调银行准备金 通过流动性去增加资金滚动 同而刺激需求 拉动经济 最终来说当然要补测 至于固定投资 当然是房建和基础建设 包括高铁相关的基本基建 其实来说 未来政策都会投放在这两个板块里面 例如金融的板块 环保的板块等等 都由政策扶持 至于一路一大 不用说了 一定是基建相关的部分 整体来说 市场的招金都是环绕着政策扶持的办法 作一个持续性的追逐 不过相对港股来说 A股走势真的硬盈很多 来到现在这一刻 我觉得整个逐沉顶形态已经相当明显 不要设个高位 去到哪里有阻力 去到哪里有阻力 从来股顶都不容易 况且一日的成交金额 内地的民间财富是百多万亿人民币 1-2%的资金入市 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对A股看法 我看得相当好 谢谢郭先生 谢谢郭先生 对于A股方面的分析 跟着和你跟进一下 就是港股方面的最新情况 看到恒指已经停定了 半日来说 收报在24,022点 升了73点 至于国企指数方面 升了62点 暂时收报11,876点 大指方面成交有421亿多 看到在户指方面 创了近7年的新高之后 港股都是向好的 但是升幅来说 就不算非常多 亦曾经倒跌 都是在炒合併的消息 看到中铁、中铁、中铁建 这些基建铁路股 都有个上升的势头 暂时来说 升幅最多是招商局 国际144 先问郭先生 南搜股当中 接下来应该是看什么股 作为指标推升恒指 会不会出业绩的 就是腾讯 以及中铁董 恒指方面的走向 你又乐不乐观 港股就慢很多拍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都是上落代变 不过幸好 今天的指数 已经轻轻回到100天线上 初步呈现一个 漸漸喘定的形态 不过最关键的都是50天线 恒生指数未能够回到50天线上 老老实说 你仍然是反复大员 值得一提 汇控在恒指成分里面 占的比重 现在仍有12% 按贵度持续下限 换句话 未来一段时期 指数相关的基金 都会逐步减持汇控 这样的情况 如果市场向上行 有其他蓝丑领棍 包括第一个就是腾讯 恒指成分里面占9.06% 第二个就是中移动 占7.46% 第三个1299友邦 亦都占6.5% 换句话来说 重磅蓝丑当中 除了友邦 不是中资股之外 绝大部分能够领军的上升 都是中资股 包括中行、工行、建行 这三个恒指成分里面 占了15.55% 还有中人寿、平保 即是指数要向上升 这些成分比重比较多的蓝筹股 一定要做得比较漂亮 如果要参与的话 老实说 这一刻来说 不是市场好 好像汇控很便宜 但我说我买汇控占了 你却不能占 因为事实上来说 基金还是要逐步减持 所以我觉得 真的要领军向上行 孪寶、腾讯和中移动 应该可以进一步做好 另外 中人寿和平保 亦都有机会进一步试顶 至于中行、工行、建行 步伐比较慢 但成份中始终占15.55% 指数相关基金 如果要将指数进步向上推 他们不可能不做好 换句话来说 传统蓝筹现在在上升当中 扮演的角色已经没有以前的明显 大家入市也要理清这方面的资料 即是你要捕捉一个短期升浪 你离不开A股 也离不开中资的成份股 未来行指如果能够进一步向上走 甚至突破了50天线 就可以静静息息摆脱了逐步向下走的形态 在那一分钟亦呈现了一个肉侍顶的格局 我所说的顶 暂时来说应该就是 今个月2日的高位24,998点 市有机会断定 不过还要看入市的资金能否改善 以现在来说动力暂时来说都是不足的 即是说有波幅没有省幅 谢谢郭sir 这次时间就差不多 我和你做新报 提及股份或者相关指数的资产 有没有哪种持有 是没有的 谢谢郭sir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12点55分 将会有五市第一击 要长在京台再见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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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